我们来看第16课 第16课我们来学习最后两种变革类型 不过这两种变革类型其实它们的词很少 也就是前三种变革类型其实用的更多一些 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学过的三个变革类型 第一变革也为什么有R型变革是吧 以长R为它的标志 不过很多时候这个长R也变成短R去了 然后第二变革以短O为标志 短O会被弱读成一个O在很多时候 第三变革一型变革或者说叫辅音变革类型 Homo举了这么个例子 也是我们在学第三变革的时候的第一个例词 大多数的名词像刚才说的都是这三个变革类型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变革 第四变革里面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有一个O 而且是个长O其实 举的例子我们先来看一个阳性的Fructus Fructus在单数的主隔的时候 Fructus的尾巴是个短Wous这一点的话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像是第二变革或者是某些第三变革的词 Fructus但是你如果往下看就不太一样 Fructus长的Wous的尾巴 下一个Fructus下一个Fructus Fructus Fructus 尤其是在他的多个版多个版的话一个长屋的尾巴 这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第四变革的样子 向往往下走Fructus Fructum Fructibus Fructus Fructus Fructibus 你还是能找到一些比如比较常见的Ibs的尾巴来作为复数的多格和复数的语格 还有像包括数格的Wum也应该是你觉得还算蛮念熟的一个尾巴啊 好 它的刺猬放在旁边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稍微抄一抄 往下走下一个Genu 好这边应该是个常物 Genu 这是一个中性词 中性词的话你应该会预判到他会有不少的格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就是你看他的单数版吧 G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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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四个都长得一样 好 然后是他的复数这边说Genu G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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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是会有很多长得差不多的吧Genu Genu Genu 主编格长得一样然后呼格跟他长得差不多 接下来是 这两个格是吧 部署的宇格和夺格长得是一样的 鼠格长了一个WOOM的尾巴 如果你往上面看这里是不是也是个屋对吧 好往下走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一个阴性词阴性词我们举了一个阳性的举一个中性的再举一个阴性的 M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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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一样在第一个的情况下它是个短屋 Manus 然后下面的长屋来了Manus Manus Manui Manum Manus Manu 长屋的尾巴 Manus Manum Manibus Manus Manus Manibus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尾巴这一套跟我们的第一个阳性的这个Fruit Fructus 去比较一下呢 比较一下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阴阳性的尾巴是一样的 然后中性版的略微有点不同 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学第三变个的时候 说有那种是吧 阴阳是相同 然后比中性的话又是另外一套尾巴的那个现象有点像了 好来看第五 如果第四是个长屋第五就是个长A 长A DAS DAS 以这个为例 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有意思的例外 就是它的话呢 是个阳性词 那除了它是阳性词以外 其他的第五变格的都是阴性 然后DAS 然后DAS DAS 这地方你会把你的奇怪 我们一般来说两个原因在一块的话 前面的原因会缩短 但是这个是真有例外结果出现 D DA 当然其实也可以读成短版和一个长版 DA 也行 DA 然后DM DAS DA 那刚才是个长屋的尾巴在最后一个多个那里 这位是长A的尾巴 下一个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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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回的话 好像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 它好像有一个什么RUM的尾巴 比如在数个这边 刚才的话就只是一个WUM 这回的话 加了一个R在前面 然后EBOOST尾巴 那个EBOOST没有了那个E 是吧 只是一个BOOST尾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音性侧的例子 这个侧其实在我们前面应该在反复出现 很常见 一个东西是吧 RES RES 那 它的数格是 RES 这地方的话 因为它的 原因上也有一定的调整 不光是尾巴 歌词尾的调整 所以 这地方它的数格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词形 否则的话它只需要写一个长1就可以了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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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个HOTA,LITUS DA CEST,QUIA AGRECOLA MULTUM FRUCTUM CORGET HOTA,今天 今天 那终于可以说这个话了是吧 你终于看到它上面的长A 其实它总是复词用 在今天的话 在今天的话 在这个地方 长A说明这是一个夺格 就是个夺格 那它其实是夺格 拿来做了时间复词的这么一个用法 破碟 今天的话LITUS DA CEST的 今天是快的一天的LITUS DA CEST 你可以从LITUS这个表语去反推那个DA C 是所谓阳性词LITUS 因为LITUS是非常容易判断的 它不可能是我们的所谓常污的不可能 是吧 我们没有形容词是没有第一 这个四五两个变革类型的 那肯定就是属于我们的第二变革的情况 说今天是开心的一天 然后呢 贵啊 因为什么 agricola multum fructum cogit 因为agricola 农民 multum很多很多 fructum 哎 小心啊 这个是第二变革 multum 但是后面这个fructum是我们上面的例子啊 这是一个第四变革的例子 fructum 别看就是尾巴长的差不多 主要是那个mum能把前面那个长屋给变短 否则那里总算应该是个长屋的 cogit 来采了 采了很多的果子 接着走 multas reis agricola agunt cotidia 说每一天cotidia 跟前面的hodia 入处一折啊 不过是换了一下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部分 说multas 嗯 很多很多的事情 reis 长得跟 主格长得差不多啊 我们的第四 第五变革的家伙 multas reis 一个复数 同时我们从multas 这个第 一变革的形容词可以反推过去 reis 是个阴性词 一个阴性的复数的版本 说reis agricola 好 农民们 agunt agit agunt 做 他们每天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接着走 agricolae habant fortes manus at dei fructibus peritis agricolae 农民们 habant 他们有 fortes 强壮的 fortes 这是我们第三变革的形容词放在这 manus 有强壮的手 双手 双手 manus manus 肯定是一个长屋的屋子 不会是短的 因为他这种手作为兵语 我们只有在什么 只有在单数的主格的时候才会是个短的屋子 其他手 通常情况都会变成能变成长屋就变成长屋去啊 除非他尾巴是个m之类的事 说manus有强壮的双手 同时从前面的fortes 你可以反对他肯定是个阳性词 不是 肯定是一个负数词不是阳性词 它是阴性的 manus at the fructibus 关于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借一个多个出来 关于fructibus 关于这些个果子呢 perity sunt 或者在果子这个方面他们是很有技巧的 换句话说他们很擅长于比如在果树或者摘果子方面 可以说是经验 教导经验教导 農民说 non不是 omnis所有的fructibus 啊 fructibus 嗯 复数版对吧 我说除了那个单数的 主格版是个短屋词以外 其他的你基本上都可以往上面放长的 fructibus 怎么样 moni sunt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是好的 那这里边的话 omnis 当然它是一个第三变革的形容词 那它的话后面是个长a词 我们知道是阴阳通用 阴阳通用 而它可以告诉你它是一个负数版 fructibus 包括跟后面的sunt也可以主位一致的话保持 一致可以看出fructibus也是负数 那后面的boni呢 表演部分 表演部分跟它保持了性和数的一致 所以从boni可以反对过去 它是个阳性词 fructibus boni sunt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是好的 好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翻译 这个翻译说实话 难度稍微大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还好 说 kaisar est dux excercitus 长的us的位法 对方一个数格 exercitus 那这地方的话 军队军队的领袖dux dux 说凯撒是军队的领袖 下一个 concordia 我们的长安能告诉你这是一个多个 因子什么或者借着什么 说 借着这个 其心或者说是团结的话 barwei 小小的 barwei ris 好 又是一个跟单复数在主格方面长的是一样的 第五遍格的家伙 小事情 小事情都会成长 换句话说小事都能成 discordia 反过去 concordia discordia 那如果是不合目呢 那如果是不合目呢 说maxima 那些大的东西都能够怎么样 都能够崩塌 dilabuntur dilabuntur 有毁掉的意思 这地方其实你看到 他后面是个ent再加ur 好像是一个被动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异象 或者异态动词 dilabuntur 那么大的东西也会毁掉 下一个inribus prosperis superbiam fugiamus 中间那个fugiamus 我们还没学到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我们该怎么怎么样 或者让我们怎么怎么样 让我们远离 说inribus在事情 ribus 就是我们的第四变位 第四变革 第五变革的那个race 是同一个词 不过是它的附属的 夺格版 还记得附属夺格版的话 是一个长的aibus的尾巴 inribus prosperis 因为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所谓的繁荣 那在繁荣的这些事情里面 那么要小心什么 让我们远离什么 fugiamus 让我们远离 superbiam 因为是suburb superbiam 让我们远离所谓的交往 好 mano flectu omnes auxilium patre coeperant mano 又是一个 这个 夺格放在了最前面 也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情形之下 是吧 在 flectu flectu 藏污的尾巴 所以 单数的夺格的尾巴 在这些地方 其实指的是 哭嚎 哭泣 在巨大的哭泣之中 或者说在大声的哭嚎之中 omnes 所有人 所有人 名 这个形容词拿来当中的名词用 所有人的话 那 auxilium 帮助 再来 patre 求求助 然后 coeperant coeperant 所以 开始 所有人都开始求助了 第五 postero de hannibal in agrum pervenite postero postero 也不能看出 有那个poster 或者是post 也就是第二 或者是second 那么 一个postero 常窩再加dee 两个多个放在这儿 时间状语来又晚 在第二天的时候 dee 我们的第五变格的 dees 说 在第二天 Hannibal怎么样 in agrum 后面并不是agro 而是 agrum 最into 进入到哪里哪里去 带着一点动态 说 进入到 田野里面 pervenite pervenite Venice 是来 然后 per 合在一块到达 说 到第二天的时候 Hannibal就到达田野里 下一个 procter palu dees exercitui aditus non erat procter 因 就是什么什么 because of parudes parudes 是昭泽地 说因为有昭泽地的缘故 那 exercitui 那就是军队 军队 不过这也是个军队长了个长衣的尾巴 这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数格 有一个语格 单数的语格情况 你不信你把它如果翻到前面去 那你在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得到一个长衣的尾巴 就这 就这 所以对于某人来说是吧 对于军队来说怎么怎么样 那对于军队来说 aditus nonerat aditus 你可以说是道路 access aditus 然后 nonerat there was not 对于军队来说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下一个 per per ludum manis clamoribus open agricularum implorabat per 男儿 男儿 然后 per ludum 那 这个地方的话 per through 然后ludum 是个游戏game 接来 在游戏当中 然后 m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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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的 glamoribus 呼喊 大喊 那 说 opem agricularum implorabat implorabat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球 就是有点类似于上面的那个pater 球 球什么 球 open 球open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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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谁的帮助 agricularum 作为农民的农民的帮助 请求农民的帮助 说 这个男孩 请求农民的帮助 然后 在 这个游戏当中 然后 通过打哭的方式 往下走 secondary honores imperia victoria victoria vortuita sunt secondary 字面上来看是第二位 第二位 这地方的话 可以说讨人喜欢的 那些讨人喜欢的事物 secondary 随人心意 你可以这么说 对吧 有跟随的意思 secondary 那些随人心意的那些讨人喜欢的东西 race 包括什么 honores 包括 这些荣耀 imperia 权势 包括我们的 这个 imperium 那你就把后面加上一个um的尾巴 就变成帝国去了 下一个 victoria 和胜利 包括权势 包括荣耀权势与胜利 fortuita 你会觉得这个词跟那个fortuna 长得挺像的 fortuna fortuna sunt 然后这地方变成一个 东西 一个所谓的 偶然的东西 好 fortuna sunt 一个中性版 中性版 都是些偶然的事物 victoria victoria imperia lo manus manus pardit pardit 是失去 丢掉 失去 victoria victoria 那个强壮的男人 victoria victoria imperia 在战斗中 然后 manus manus 手 手 长的物丝的尾巴 嗯 复出版 bingo 说失去了双手 pardit 好这部分我们就录到这么多 下个大学见